希望把那个 CSS 加上去 这个 CSS 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如果要让这上面的字变漂亮 那怎么样让它变漂亮 我们前面讲过 Hello 4 里面有讲到就是 你可以再加上一些 CSS 叙述 不过我习惯 因为 CSS 因为有一些工具 像 Genweaver 或者什么软体 你可以自己套 或者好像网路上也有很多 套 CSS 有点像 Word 的功能 然后你把它最后输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在 我们最后希望看到类似长这样的 我们可以用 Dreamweaver 软体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 CSS 这个 CSS 因为不是我们的主轴 所以如果你希望自己再产生一个 CSS 其实它语法包含就是 Gen 这话 Class 它的 Class 类别就是 BMI 里面的话做哪些的格式设定 就是包含什么呢 里面的话就是字型部分 跟它的字的大小颜色跟背景颜色 另外的话 这个 Class 评语部分就是有这些相关的设定 第一个 我就直接干脆我就直接把这个 CSS 如果你可以自己用 或者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就在我们的专案底下 CSS 目录 OK 记得一定是在 Static 里面的 CSS 你不要放错 不要放到别的地方去 不要 Templates 那就不对了 OK 就找不到 按右键 你 new 一个什么 new 一个 file 名称也许叫什么 BMI 电 副档名是 CSS 按个确定就 OK 然后并且把那个里面的字打一打 打上去之后存档就 OK 或者贴上去也 OK 好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在我们根目底底下 就会有一个 CSS 那第二步要做什么呢 其实跟 Hello 4 很像 所以如果你假设忘了差不多 你可以参考 Hello 4 部分 Hello 4 里面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最关键的地方本来是 Respond 那现在我是怎么样 把它 Return 一个 Render 然后给它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的话一样是 Request 然后那个 Templates 所以第二个我需要一个 Templates Templates 在哪儿 Templates 我在这边加一个 BMI -HTML 所以我在第二个部分 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第一个我 Link 那一个 CSS 就我刚刚那一个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 并且给它一个 Class 比如说 BMI 这个字 那我就套用什么 套用第一个类别 评语的话套用第二个类别 OK 这边 Class 部分 我就给它 让它显示 这个样式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一样我在这个云端上面 也有这一段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一段里面 当然我这个 Ctrl C 我主要是 这个是已经做好的结果 那如果说你要改的话 特别注意喔 贴上之后 那可能会有 这个是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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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有三个变数 OK 那第二个 第二个大瓜糊 里面的话放什么 放 BMI 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两个大瓜糊 两个大瓜糊 有点麻烦 那里面放 S 平语吧 这个的话呢 是放 放那个也是两个大瓜糊 两个大瓜糊 然后这边放 IMG 这样子 OK 特别之后 你只要不要做错了 理论上我们第二步就OK了 所以 第一个是 CSS 第二个是我们 template 就是我们的网页 第三个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的 views 稍微做一个修改 那这个 views 我主要 因为我刚刚是 BMI A 那我干脆把 BMI A 把它这一串复制贴到底下 改一个 BMI B 好了 OK 因为把旧的保留下来 不然的话你旧的心的混在一起 到时候你旧的不见了 你就没办法再改回来 所以 把它改个 B 好了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呢 就只要 return 什么 把这个东西 return 什么 render 然后呢 就是一样 request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 template 就是 BMI 后面的话加一个 local locals 特别注意 这个 locals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 locals实际上 它就是帮你把你 local 就是你现在这里面使用的 这些相关变数怎么样 一起帮你丢到这个 locals 这个 locals意思应该是指的是 你现在区域变数 所有的区域变数 它会帮你把它放在 locals里面 并且帮你传递到哪里呢 传递到这个 HTML 里面 有没有 所以呢 假如说你要传过来的话 刚刚我们不是有 BMI S RNG 那你如果透过 locals 它会帮你把它传给这个 BMI 丢丢丢 它显示出来就OK了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这个也是 那个算 jungle 独有的一种写法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 以后就这样写就好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多一个 request 然后拿一个 template 然后 locals 带过来 OK 基本上程式 还有一个什么 urls 这边改一下 本来是 A 对不对 把它改成 B 改成 B 之后的话 当然你要一定要把什么 把上面这个 views 这个 views 带一下 不然的话这边会产生错误 因为这个上面 impulse 是 你要把这个 views 因为我多一个 这个什么 BMI B 带过来 OK 所以这边我就这样 把这个复制一下 OK 把 BMI A 再复制一个 BMI A 变成 B OK 把它 save 一下 这样基本上就 OK 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最后做出来到底会不会成功呢 我一样把它 run 一下 然后把它 refresh 了 其实应该 refresh 应该就会带出来了 带过来怎么变这个 它有带直过来 回 163 很好 可是为什么这个 这个 对 没有小数点到第二位 然后 看一下这边 class 把这个值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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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应该 OK 了 我把它 refer 这个再 check 一下 理论上几个步骤 第一个 建 CSS 一 二的话呢 建 BMI 的 Templates 三在这边 把那个 BMI B 把它带过来 我刚刚只有改一个地方 把那个值丢到 BMI.htm 里面 再来就是 UIL 这边 把它改一下 我看 UIL 这边 BMI 改 BMI B 理论上应该这样 OK 我再 check 一下看哪里 有问题 这样的话呢 我的 CSS 可以被看到 OK 它已经找到答案了 为什么错呢 那我把这个结果 先 run 一下 错第一个 你会发现 CSS 没套用 为什么没套用 那我怎么找到 很简单按右键 检视原始码 有没有 OK 而且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要检视原始码 点开来之后 其实你点一下这个就知道了 CSS 它会出现 Page Another Fun 我就知道原来 我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忘了给它什么 像这个前面会有一个 Static Image 就是很重的话 不是 不是 看得出来哪里有错吗 没有 对 你看到这边可以 这边可以 对不对 因为呢 我们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 Static 底下的 CSS 底下的这个 所以前面 第一个问题答案就找到了 OK 我请问我贴为什么没有加 所以 那我就直接到哪里呢 到它的 HTML 里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一串 有没有 这一串呢 把它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把这个 CSS 改一下就可以了 Save OK 应该这样子 我们的答案就可以出来了 OK 看一下 重新整理 出来了 OK 没问题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就是刚刚还有一个地方有问题 就是说 我在 CSS 里面 记得呢 如果你贴上去之后 可能你在开的时候 可能这里面是乱码 所以乱码主要是出现在那个 我们的中文名称上面 所以好像我刚刚评语的部分 也没有出现 因为它已经变乱码了 也就是它找不到这个 class 所以 class 最好还是不要 不要用中文的 好像用英文问题也比较少 如果有错了没关系 你再重贴一下 好像也OK了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我刚刚发现的问题 第三个最后的话呢 还有这个小数点 小数点 当然你可以用 format 或者你用 round 也可以的 所以我也许这边 可以简单的改一下 也许把这个 BMI 这个值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干脆这边用 round 因为你用 format 之后它变字串 字串后面就没办法再用了 所以干脆直接 这边用个 round 的函数 把它包一下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样 save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 round 它 它应该又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应该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final 最后的结果 待会的话呢 这个如果 ok 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再往前推进 这个两个值 我希望把它变一个表单 让它可以填资料 那个表单 有点像我云端上面放的 这个在 其实我这边都有啦 有没有 我们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三支一这里 打开之后呢 刚刚的东西都在这边都有 你可以用贴的 像刚刚这一段 不过这一段有错啦 我就不改了 你们自己留一个 这个错误在这里 你自己去 一个 bug 让你自己去解一下 ok 然后你就可以贴贴 然后出来的结果长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之前写的 底下的话表单 如果做表单之前 我们会先练习另外一个吧 比如像这样的表单 请输入半径 输入之后按送出 所以会需要有一个表单 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如果没有表单 你没办法互动 所以待会要怎么做 但这边不是半径 而是请输入体重 请输入身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的话 看到输入了 那么 好 看到输入 大家 并不再来 那么 那 我